就是說有些精神病患 那有些精神病患 他在如果任由他 這樣的我們沒有抑皇 或者對於這種高風險家庭 我們沒有強制 這樣病患沒有強制治療 那或者他必須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可能有必要的隔離 當然有些時候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會發生不幸的悲劇 但是我認為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當然就是在我們的校園社區 我們提高我們的見景力 那我們也呼籲我們這個部分 校園以外的安全呢 對校園以外我們的社會 還是需要下課啊 那該怎麼辦 放學的途中呢 我們怎麼去保護他的安全 放學的途中 當然有時候家長會來接 但是我想不管在任何公共的場域 那我們見到陌生 那我們的嚴謹同仁包括學校的校護等等 我覺得這次要建立一個互相互通支持的安全網 來保護我們孩子的安全 如果我們看到陌生 或者有一種大家有不安全的感覺 等等 我覺得隨時的通報 那我們想在學校校園的安全的部分 那校園局它也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防護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都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來保護孩子的安全 好 市長你先請說 根據統計我們高雄市 高雄市 兩百多萬的人口當中 目前呢 有列入個案的精神疾病的患者 有列案治療的 兩萬兩千三百多人 好 不到兩萬三左右 但是這個是因為本身有病例 有列管 但是像本席的選區裡面啊 就曾經有發生過一個個案就是說 一個年輕的的年輕的男性喔 他本身他不會攻擊人 可是因為他患有躁鬱症 所以他只會攻擊左右鄰居的門窗 但是因為老母親因為 疼兒子心切了 一方面也覺得說 家裡面有一個精神疾患的一個孩子 覺得這不是一間公園的事 所以一直隱匿不報啊 所以每次只要毀損隔壁的一些門窗 有破壞的時候 他就是賠錢了事啊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我們衛生局局長 黃局長喔 你本身雖然這個精神疾病的這個部分 雖然不是你的專科 因為你的專業領域不是在這個區塊 但是醫師啊 醫師本身還是對這個部分 還是算是屬於專業的其中的一環啊 但面對我們高雄市目前 列管的有兩萬多人在進行治療 但是我想因為高雄其實還是有很多民情 是非常的保守 出來對有精神病患 他可能不敢通報 那今天如果他沒有達到 我們的精神衛生法裡面的 強制就醫的條件 所謂強制就醫就是說 因為這個人本身有自殘 比如說自殺的行為 或者說他有明顯攻擊別人 導致別人已經受到傷害行為的時候 我們才符合我們精神衛生法強制送醫的藥件喔 但是如果像我剛剛所提的這個模糊地帶 他沒有攻擊人他也沒有自殘 這樣的情況之下並不代表他未來不會攻擊別人 他也有可能是一個潛伐性的一個個案 所以本期想要請教針對這些 輸漏的一些個案 我們的衛生局這個地方 我們針對小人炮事件 未來我們應該怎麼樣因應 去把這樣一個漏洞給補齊之後 能夠讓給我們的市民朋友一個安全的環境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徐議員 那關於這個部分 屬於不是在列館內 或是說我們沒有造冊的這些精神病友的 疑似精神病友的部分 是讓我們也因應了這樣子一個過程裡面 在原先的架構裡面 就有透過我們的公共衛生護士 在衛生所公共衛生士 那他不願意就醫 大概我們會定期的去做一些了解 然後其實基本上我們對於就醫本身 他的提示他的病識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說在現在部分的話 也增加了一個部分就是 對於我們有幾個指標 包括說像家裡面有這樣的情況 或是獨居 或是我們有幾個像經常不就醫 或是仿視未遇 等等這些 但是或是說他 我們現在有啟動 已經目前 透過衛生物的申請 我們有四個醫療院所 我們有啟動另外一種社區關懷的方式 對於精神病友其實 每一次的強制就醫 其實對於當事人來講 也是一個創傷 那對日後的復育 復原事實上也有他很多的考量 所以事實上我們會用更多的人力去做關懷協助提升病識感的方式 局長你先請坐 我想其實隨意殺人事件包括比如說引起精神障礙這個疾病 老實講有些是因為遺傳 有些可能是因為在求學過程 像鄭姐本身他就是因為在求學過程當中他有早受到這種霸恋事件 心裡面的創傷沒有接受適當的心理輔導之後 導致未來的長大之後也反社會人格就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所以今天老師講 不只是我們警力的配置而已 現在警察也很累 最近幾年來爆發這個警察的退休場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不能夠完全只依靠我們的警力 今天我們應該要在什麼 在我們學校當中如果有遭受霸凌事件 包括有些中作生的一些的追蹤 在學校裡面我們的導師可以跟我們的家長保持密切人心 這個孩子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呢如果能夠配合適度的一個醫療的時候 或許可以減少這種殺人事件的發生 所以本席比較注重的是什麼 治本而不是治標 所以本席還有剩下不到一分鐘時間 我要請教我們教育局范局長 今天我們的家庭聯絡部 只是流於形勢呢 還是真的我們的導師有跟我們的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包括孩子在學校的功課 偏差的行為 都有很落實的讓我們家長了解 來請范局長來回答 不好意思副局長 因為范局長不在 抱歉 謝謝主席 還有謝謝議員 我看整個學校跟家長導師跟家長聯繫很重要 家庭聯絡部 所以每一個聯絡部當中所記載的不僅是他的功課方面 還要記載的他跟在學校生活形態 生活情形 我想也不僅導師用家庭聯絡部 學者電話上都可以 另外方面我們學校有一些心理師 社工師 這些都遇到一些比較特殊的學生 我們要加強輔導 是我們會再加強 學校園 謝謝 我們真的有講 這是我們會再加強 那麽會再加強 就等了 那麼多個學校園 現在 我們會細小支牌 這是我們會再加強 真正的 所以我們會再加強 那麽 國中 我們會再加強 這樣子 那麽 還是我們會再加強 這個 就是我們會再加強 跟著我們一起 讓我們一起的安全活動 所有的消息 我們都要進入一個 效率是一種的 效率是一種的 安全活動的活動 我們應該會結束 我們競爭 競爭的確實力 包括我們在消息的當中 看來的 跟對方人 他們一直都在 在區上被大人 一直到達 其實也不見得到 到我們家長 他家長回去修理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在清理的狀況 沒有得到適度的 我們到時候 這樣的一個用法 反而好 他們反正人們沒有聯絡 結果確定收拆 因為這樣的例子的大案 不知道享受的報告 還有我們都是 應該要加小 一分鐘關門 有裂案的破損 我們才可以看得到 可是沒有裂案的這些 新人當然有病人 幸福有一個會轉回中部 重部站的資料 不用做會轉回其中 這些人才是會爆發的 那這些人 我們實際應該更加 還更多的 如果我們的專業人士之後 是可以結合我們的 有心訓練過的 社會之中的人員 能夠進行做一些報告 讓我們這些 有醫療或後 沒有去到醫院去上次做的 我們能夠趕快 因為病情的輕微 可以趕快受害 家庭去過要正常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 至少 今天如果我們報紙到 人員會團結 所以我希望市長 未來在不久將來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安全的 一個保護護佑 負擬和這個一個安全的進入 的控告書 而不是我們的加害成果 我們在做什麼運動 運動中 只會造成失禮的一個恐慌 你相信我們結束 好 謝謝 謝謝 我在這裡拜託所有的議員 今天有登記 下午有登記的議員 總共有20位 如果一個人15分鐘的話 總共要300分鐘 就是5小時 所以時間到就請 不但我們麥克風沒有深夜請議員就不要 就截至不要再發言了 好 因為這樣子要等5個小時才諮詢得完 接著請陳信宇議員 議員時間到就不要再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以及市府團隊 我想呢 我們要先首先代表 不管這個台灣的這個政權 多久到現在 每一個執政掌權 甚至是民意代表 我們都需要為著全台灣 曾經因著經濟成長 到目前為止 所受過的任何的傷害 包括受到任何的污染 我們都 都是全台灣最糟糕的 但是呢 最近呢 這個馬政府呢 已經即將洩熱的時候 丟出了一個 讓這個大領埔鳳鼻頭地區的人呢 好像已以為喜悅的一個消息喔 我覺得齁 揭露一些 外行齁 看門道 騙選民大概也是這樣子的騙法 但是內行呢 就是要看 今天早上市長也已經答詢過了 如果照經濟部提出的 二 的話 已經跟當初的 這個也就是現在的副總統 吳先生 也在行政院院會的時候 市長向他面球 也要求說要趕快 來完成大領埔前村的一些相關的 進度跟動作 甚至是要匡列預算 好 我們這位吳先生 吳副總統 也已經答應了 我們也有公文白紙 黑字的 來行文到高雄市政府 但是 馬政府 擺爛了九年 八年之後 到現在 已經即將卸任的時候 又丟了一個 虎爛的 計劃出 所選出來的賴瑞榮立委 他在上任之後 積極的來要求 並且也沒有辜負他選民的期待 在大領埔千村的事情 他也極力的要求跟爭取 所以呢 要求經濟部 在一個月當中 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計劃 我們覺得經濟部 根本就是在唬爛 怎麼說 都沒有錢 是要做什麼事情 再來未來 千村是誰要執行 當然是高雄市政府執行 他們有沒有來跟高雄市政府 參選這個 未來齁 要怎麼來嫁威 是不是要找圈地 這個虛地單位 出來 匡錢 出來把錢找出來 沒有啦 應付立委 曹操的一個計劃 欺騙我們的百姓 所以今天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把 把話講清楚 在去年 這種質詢的時候 十月底的時候 總質詢 我也向市長 具體的提出 一個建議 也就是希望在新政府 上任之後 就是520之後 可以要求提出 我們的千村的計劃 在五年內完成 我們還以為 中央 提出了這樣的計劃 可是這個計劃 根本就是唬爛 這個七百億是怎麼來的 這七百億根本就是真的是 在天空抓了一筆畫下來的 所以今天 我們也要跟市長 再一次的建議 我們看到了 紅毛長千村的一些 呃 不管是好的過程 或是失敗的過程 但 終究是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來擦了國民黨 的臭屁股 接下來 我想小英政府執政 擦屁股也一定是難免的 而且這個臭屁股 可能非常難擦 但是我們對小英政府 有極大的信心 剛剛我們也在這個新聞 即時轉播當中知道我們的 吳副市長 吳鴻謀副市長 將這個容認工程會的居委 未來我想對高雄市 各樣的 不管任何的計畫 不管任何的建設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我們真的也非常高 高興 非常多高雄的這些局主首長們 可以到中央 繼續來為高雄市民服務啊 我想這一定是加分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市長 你可以跟中央 在520之後 我們可以 積極的提出一些建言 為什麼 因為地方在執行千春的時候 才會知道所需要的一切 包括錢怎麼來最好 包括我們到底是要以地換地 我想高雄市政府在都發局 紅毛港千春的時候 早就有一定的計畫了 這個SOP早就存在了 只不過現在做一些的調整 所以呢我想我們在高雄 在520上任之後 我們高雄市應該可以 提出一個具體可行的 一個千春的建議 提給我們 來提出一些計畫給中央 特別也請市長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可以提叫要求這個經濟部 請這個胡蘭的經濟部 立即成立跟中央地方一起成立的 一個千春的特別小組 而且一定是中央地方一起搭配 一起成立的 你不要地方你中央你在上面 給我拿我們幫忙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贏一贏一贏 那地方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認為 包括他要去找出相關的 中下游虛地的單位 這都是經濟部要做的事情 不能丟給 不能獨獨丟給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未來在千春的過程當中 會承擔非常多的這些的 甚至是罵聲 但我們都知道 高雄市政府 絕對有這個承擔 所以如果中央花大餅 要讓地方來買單的時候 我們也準備好 不怕他啦 所以我們也希望第一個 跟市長來要求 也就是在五二零之後 我們積極的跟 一百萬來千春 那麼你就來成立一個 由中央跟高雄市政府成立的一個 千春特別小組 也請他將這個層級的這個負責人 拉到副院長的層級 看看他有沒有這樣的破例 第二個我們高雄市政府 可以在五二零之前 就先成立一個大零普 鳳比頭也就是大鳳千春的一個小組 我們自己就先開始做一些初步的計畫 並且提列可行的一個方案 而且是從優從塑的一些的方案 第三個我們也希望立即來成立所謂的單一窗口 當然我們現在可能沒有任何的工作 可以讓這個單一窗口來被詢問 但是我們預備好這件事情 讓民眾知道 讓民眾知道說我們是有所準備的 高雄市政府是可以準備好 等到地方新政府上任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相當的一些的建議跟方案 所以請市長做一點答覆 謝謝市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我想有關你大零普千春的事 目前為止 我可以跟陳妍報告 就是說高雄市政府 已經跟年前準院長的幕僚團隊報告 如果今天為了高雄整體的發展 我想一直讓大零普千春的問題 現在那個地方 十年來 我們不管我們 經濟部從來都是 對我們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那我想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以及林前院長的幕僚 做了一個報告 說大零普的千春 事關我們大零普的鄉親 他的公平健康安全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要對於未來高雄有任何的發展 如果大零普的千春不解決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那個林前準院長 我想他的幕僚團隊等等 都充分的理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高雄市政府對於大零普的千春 我們當然要知道 現在中央虛地的機關是誰 經濟部 交通部 或是 中央整體所有行政千春的工作 我想我們願意跟中央合作 那紅毛港的千春 前後幾乎快十三十幾天 就是我想很多絕由不斷 然後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夠 明快到謝院 謝長廷謝院長 他當院長的時候 再撥給高雄市政府一百六十幾億 才解決整個紅毛港千春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 我們從紅毛港的千春 看到未來大零普的千春 前車之鑑 我想我們一定會避免很多的錯誤 會執行得更好 那總而言之 我跟陳妍報告就是說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未來跟中央合作 我們希望對於大零普千春 這是嚴肅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跟中央合作 一起努力 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讓大零普的鄉親 減少傷害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努力來做 謝謝 我們也希望市長可以在半年 也就是新政府上任之後 也希望在年底 高雄市建議的一個計畫 讓高雄市民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高雄市是很積極的 在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呢 我還是一樣在這個空屋的部分 跟市長做一個要求 也就是說現在台北市呢 已經跟民間單位 已經合作了有這個空屋盒子 那麼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市政府 是不是更積極的 也可以去跟這些民間單位 因為我想我們只是提供了一個 一個實驗的一個場域 那個盒子其實是一個很小的 但是如果現在台北市 他們是要到了三百個 是一個免費贊助的這個 的情況 我想高雄市可以一定要 因為高雄市是比台北市更需要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也提供 業者去做一些商業的研究 甚至是未來這些空屋房子的一個方向 我認為這個我們應該可以積極一點 所以也請環保局 可以積極的也跟這個業者 去聯繫看看 可以也來贊助我們高雄市 我們高雄市比台北市更需要 他們如果贊助三百個 我看我們可以跟他要求贊助六百個在高雄 希望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 研究場 因為我們高雄市願意 我想高雄市提供的數字 應該還蠻可觀的 他們研究起來應該會覺得非常有趣 這個環保局局長 你也在我們在會 在下次我的總質詢之前 也請你給我一個答覆 看你們接觸的情況是怎麼樣 接下來呢 我想要跟市長告個欲狀 因為可能 市長不需要去了解到 那麼多的一些業務的細節 但是以至於局處呢 有一些的工作呢 就有點鬆了 有點鬆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揭露 也讓市長去知道 我們的局處當中 的一些做法 還有一些行政作為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農業局的蔡局長 你知道現在 我們動物的醫療費用現在只剩下多少錢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在這裡跟陳議員 在這裡跟陳議員報告 你只要告訴我多少錢 因為我時間很多 我們今年是 救援醫療是60萬 現在剩下多少 現在剩下多少 我必須要查一下 但是我跟陳議員報告 因為去年編的時候 我們動資了市長的第二一倍金 我們跟六家的醫療院所來合作 所以醫院來合作 我們總共動用了136萬 但是今年呢 我們增加到9所 而且陸續會增加 局長你是編了多少錢 60萬 你編60萬 來請坐下 我告訴你好了啦 因為可能你的 這個 你的處長就已經鬆了 搞不好他也不知道這些答案 所以我剛好直接跟你講 你的處長真的很鬆 你已經派了救援投手 進到了這個動保處 來協助他執行動保的相關的業務 但是呢 這個這個 救援投手 我看一個人也無力無力罰天啊 所以你回去呢 好好跟你的處長溝通一下 現在 你們編列了60萬的醫療費用 一直到二月 你已經用掉了58萬1300塊 好 已經沒錢了 所以如果照這種編列的方式 可能你今年應該是要編到340萬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多了一些救援的工作 但是第二個 委外的人力 卻是 常常出包 我們花了1200萬以上的委外人力 加上150萬的清潔費 可是一直在丟高雄市的臉 也一直在 給市長找麻煩 市長在市政會議當中明明的指示 你們要怎麼樣 這個你自己 你自己回去好好練一下 這是在市長 105年1月12號的市政會議當中指示的話 請你好好回去再讀一次 但是 如果委外人力是沒有辦法 能夠做好你們的工作 那拜託 你們專業的人力回去做 給你一個選擇 如果委外人力 就能夠處理你們的事物的話 那 那動保處真的要裁測掉 不需要這些人力 因為所有的事物都委外 只要委外出狀況 馬上就殺委外的那個 那這些1200萬 我們認為不需要給 局長你也要回去想想看 我也跟你告個欲狀 因為也許你連下面發生什麼事都不 請回答 簡短回答就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這個1200萬是包括我們 那個精準補錢跟緊急救援的部分 1200萬是包括精準補錢跟緊急救援 人力總共有32位 人力總共有32位 謝謝 下一位王耀裕議員 請王議員在時間內完成您的質詢 因為我們要講到很晚 好 謝謝 大位主席抗議長 市政府我們的陳市長 以及市府團隊 各位局長 還有議員同仁 以及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好 有關今天 第二次 我們的 第三次我們定期台會 我們市長的市政報告 本席提供 一些這些建議 相信 我們的 丹市長 和我們國會局處長 在這段時間 所做的 我們的市民朋友 優租 很多 中台議題 來做建議 沒有做的 我們的市政府要簽罪 沒有做的 要怎麼來 來把政策 這也是我們丹市長 應該要 率領所有的市政團隊 來努力 在這裡有關 這裡有幾點 本席 要來提出 向我們的 丹市長 來 做一個 這個 直順以外 也要請我們丹市長 來跟我們做一個面貨的託 優關就是 我們聯盟地區 丹市長也了解 聯盟是一個 就是 frontline 局 所有 新鮮 連產 也是 將近 兩千八百億 至三千億 所以 這個 現那麽大的 連產 至少 我們的 臺灣經濟發展 反應 當然 首先,兄弟,也對我們臨門來說,這個環保的汙量, 還有一些鋼鞍的安全問題, 做生臨門機民非常欺凌,不是跟我們講, 也不知道就是經常發生問題。 中油公司,也是最近一直整理, 還有新三勤,也就是現在就是六勤。 新三勤完成,也是在當市長、做市長的進來, 來正式穩鑽,來汽車完成,來開始穩鑽。 當然,在這套新三勤, 它的三勢的這些效率和利益, 對一個我工業部,帶來很多的好處, 不過,對地方的環保污染, 沒有減免,為什麼說沒有減免呢? 只有這套新三勤,一開始, 經常發生這個問題,環保局也很積極, 來在查試,來在簽隊中油公司開單, 不過,你把新三勤剛才在兩年前,剛才開始完成了。 現在,最近報索也經常, 也是今年,剛才發生炭煙污染的問題, 再在三月份,發生我們的新三勤的路, 什麼安全管法跳脫。 你想想,新的一個系統, 如果沒有發生這個炭煙的外洩, 就是這個安全法的跳脫。 這就像,我們高雄市以前的氣爆的問題, 第二講什麼都看不出來, 它是民營的,在地面上的, 座星,我們臨門, 所有這些老百姓, 以及我們高雄市民, 會這個生命的危險。 所以在這裡, 這也是對地方的來說, 就是說,是一個非常恐慌的事情。 尤其, 山北地区, 山北有四個政策, 有四例, 東山、西山、中山、北山。 這四例, 就是, 面對, 中油的, 中油公司, 跟其他的焦法床, 所保衛。 來, 這四例再處理, 就是變成什麼? 變成革命的台灣海峽, 上面沒有路。 剛才它出路, 就是由焦法工業部才來路出來而已。 焦法工業部發生問題, 那四例的八成, 除了焦法床, 怎麼照過當港那邊, 不就要跳海。 真的是很危險。 所以, 我們如果一切, 在跟檀市長, 跟局處長, 就說, 要怎麼讓利盟, 這個焦法工業部, 這些安全性做好。 再來, 就是讓我們的海網線, 海網線這個景觀再造, 跟這個道路開拼。 當然啦, 這個道路開拼要卡到什麼? 卡到道路開拼的變形啦。 相信在我們, 市府團隊, 後來, 這個市政會部也有提出來討論。 本省也有來了解, 在這裡, 現在, 進幕前討論到, 後來, 到現在還未來進行, 還未來配合變形啦。 因為這個海網的景觀再造, 這很重要。 你如果把這條沿海線, 把這個海網站造水, 探像, 家庭, 家庭, 家庭現在, 這個第三標, 第三標, 近年多, 也賞議會啦。 我也是, 對家庭那些責任, 林門告進第一季還未開始進行啦。 家庭已經進行第三標了。 鄉親啊, 鄉親啊, 跟林門家來完成齁, 這個高雄市的那一條沿, 林門家也是一條很漂亮, 八公里等, 可以完全來給他欺負, 來給他開館。 也可以讓他散北基民齁, 有這條逃生的道路, 可以讓他照到這條海岸景觀道路, 他就能連結那一堆, 連結那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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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以後的高速公路, 出合齁, 出合就是從這裡來。 所以在這裡齁, 我們這個工作齁, 請丹市長齁, 要來做一個集結, 要來重視, 而且, 國局處, 這麼多這個, 在協調, 還是, 國局處齁齁, 無法度, 無法度來做一個政策, 當然, 不可以說, 剛才只水里局, 其實是, 丹國一個都, 我們的都法局, 要全部, 所有的單位, 包括幹部局也好, 都做一次當齁, 這也是要透過, 我們丹市長的市政匹立, 來完成齁, 譚剛才, 有聽到董事在說, 前川齁, 我們三月的基民齁, 也抹加, 丹市長, 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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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這個環境齁, 是真正, 賓家, 賓家, 是一個非常, 恐怖, 非常, 匕嚮的處境, 而且齁, 我們衛生局, 也可以做一個條件, 比你問齁, 來這個, 來發生到癌症希望的, 這個就是齁, 這些重大疾病的齁, 事後齁, 我也要請衛生局, 來把這幾年來齁, 把這些癌症, 重大疾病, 這麼希望的, 這裡來做一個統計來有本性 這裡很多啦 像這個癌症的 這個重大疾病死亡的 真的很多不及基礎 所以在這裡也是要 來跟中心 未來如果要前川 是要怎麼來做一個 計劃 這也是一個從長期的工作 不過我們也不可以不做了 除了什麼 除了酒化工業區 提供 它是真的一個很安全 保重到聯邦這些所有的 市民朋友 生命的安全 這樣才可以 在這裡 也要請我們檢視長 先對這點 來跟我們做一個回應 再來 剛剛在說到 我們的這個聯產職 酒化工廠 紀念聯產職那些 相對 它的稅收 也要給我們的政府單位 我們常在發 發高雄哲論 為什麼都不要做到聯邦 這也是很奇怪 做到聯邦 做到這個收工 包括聯邦 這邊 也是在抗議 也是不夠聯邦 聯邦 這裡 你如果為聯邦 聯邦 聯邦 相信 要怎麼來結合這些 造化工業區 他們來做一個 他也是要做一個回饋 不是說只靠政府部門 你認同工業區也要做回饋 你問我工業區也要做回饋 台灣工業區也要做回饋 來配合到市政府 那沒辦法把這條捷運 經營 來盡快來完成嗎 這次高雄捷運 要做也是 中間 中間公司 它有提出資金 共同來完成 其他這些善業 來配合 一定有辦法 來這裏完成 在這個高雄哲雲 這本社也是一載來建議過 希望我們檔市長可以占對高雄哲雲這裡 再來 延長來到聯盟這裡 來幫我們加油 最後就是占對這個 南青價位 藍新計畫 現在我們的洲際碼頭 第二季已經在那裡挑刷 挑刷的工程剛才在大拉布 這個外海 也就是以前暗門港這個地方 現在三月跟包括中文 鳳文這些漁民 他的造業區 那個地方也是我們其中的造業區之一 所以做生 現在目前就是加多 我們的聯盟的漁民 跟修江區的漁民 大家串聯 在進行中各位 他們如果用所有的專者 來向幹部局來抗議 這雖然不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這個 該處理的工作 不過 站在檀市長的立場 應該要他了解說 是不是他在那裡挑刷 我們海洋局 要來向幹部局 沿對這個條刷 會造成 這些魚群 魚群的棲息地 會破壞 會有把這些 在那些條刷 造成 所有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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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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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 這 這 呢 若比較舒服的,我們高雄市政府絕對不能提示 一定要來跟幹部局 沾對你這個抽刷的問題,要怎麼防止 因為現在,很多抽刷 他也是跑來臨門的海域 來把臨門的海域手上挑挑 比較欺負在我們這個要填海造路的 這個洲際碼頭二期工程,那來回田 所以你在這裡抽,不是只有抽大堡而已 包括臨門的這個附近的圓海線都抽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貴民朋友 兵中是在突破的困難了,再造成這個 我們不是在反對我們的政府來做一些建設 當然,這個田海造路的計劃 我們如果說有辦法做好,可以保障到我們的貴民朋友 保障到我們的國土的安全 我也是非常樂觀其成 所以在這裡,沾對這個高雄港 我們的這個造地碼頭這些抽刷的問題 是不是造成像我們的貴民所說的 造成我們以後未來,這些 我們的造業的貴業的地方 貴業的這個海上的造業中所 都去破海條 到最後要怎麼辦 到最後就被破我們的這個牌子 我們的專家 無法投害下去的就怎麼辦 就是 都在那吃飽丹市 所以在這裡 本社會把這個問題 也要請我們丹市長 來中市 在我們的五二年 上次五二年以後 總統府立法院 包括我們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這可以說 中央到中 都是一條邊 以前市長也常在說 這個 強北新南 在這裡 本社會把我們丹市長做一個 強火 可以說 這個 從中央到地方 都是民進黨執政 以後這個強北新南 本社也不希望說 也不希望聽到 還要動 強北新南 也不希望聽到 中央不自願 又用市政 沒辦法做 所以在這裡 一上探昨天幾個問題 是不是請我們丹市長 可以來做一個答案 請市長回答 文財議員 我都都是用海水 其實那個地方實在是很複雜 很凌亂 但是我也很希望 在我的淨來 可以沿途海花索 這樣一段一段來完成 現在是完成一小段 在私立公園那個部分 我覺得這樣要求不夠 這個部分的相關的局處 我也會要求我們高雄秩序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部分 也希望可以把中央 創出一些經費 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 也希望我們王議員在地方 幫助我們跟我們地方 去那些雍食業者 來做很多交通 有時候為了幾個台中 臨行的發展 沒辦法營收有輸進的利益百分之百 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當自己來做 我也會盡力 我敢再來處理我 尚未前川的這個問題 當然 臨行 對臺灣的擔工業 就發業 貢獻很大 但是 有當時 尚未前川 當然 有規律 特別扣勤 我們的 各個就發業 這個部分 當然 我知道 有在尾也在這個部分 有在打拚中 我們一定把這個社會牽涉 讓聯會中來 和經濟部相關 重要 頂頂 讓大家繼續跟這個議題 一定要繼續來討論 讓我們的社會 我們這些鄉親的安全 我們一定會來 特別來討論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結運 我們高雄區 有一個 結運系統 兼替這個 入網的規劃 本來就有 我們修港 臨行山 大廟臨行山 我想這個幾月 都已經完成 我覺得幾月完成 現在就是要看我們 多次的發展 這個我們會把中央 在這個部分 送給交通部 他來核准 核准之後 我想我們會 這個部分 一一來完成 從來沒有付類聯盟 但是我覺得 要讓王議員了解 像我們今天結運 在我們的公産 要延伸到六甸 公十年了 問一個 行政議長 大家都說 一步都沒有做 所以說我想 這個部分 我們會把 林延這個規劃 列為高雄市下一步 我們的捷運網路 整體都規劃好了 這我也希望中央未來 在可以跟我們打來支持 南青 各位 現在抽選的部分 影響到市民 我們的遺偿 再來 他們的生計 我覺得港務公司 高雄市政府 我們會跟港務公司 希望他來重視這個問題 應該來 來算命 讓我們的市民 安心 說這個部分 南青 建議 我們這個部分的推動 跟我們這個 所有未來 移場的規劃 一定要給移民 有一條 深入 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港務公司 來繼續跟他們 表達 表達我們的關心 我會要求我們的海洋局 在這個部分 很快來跟港務公司 我知道他們最近又有 互相要抗議 我們當然 我們如果沒有處理好 移民抗議 這是他們的管理 但是我們可以 互相協商協調 把事情緩緩 抗議不一定就是必要 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集中協調 謝謝 謝謝 接著請李梅貞議員發言 那議員發言之前我想 針對早上 蕭文達議員講的 霸道條款做個聲明 本會組織自治條例 第33條 雖然有規定到 開會期間 事務人員得向市政府 調用之 那我們這個條文是根據 是地方制度法所授權的 地方立法機關組織 準則第34條裡頭 就有這樣的授權 所以是合法的 也跟市民朋友做一個報告 請李梅貞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市長 及市府團隊 那其實本席擔任議員以來 對於青年的創業問題 還有創業整體的規劃 都一直跟市府團隊討論 那在上一屆 本席是最年輕的議員 很快的來到這一屆 我有很多同事都比我非常 比我年輕很多 那我就想說 我們市府團隊 是不是重視年輕創業 跟整體的規劃 這一個部分 那其實本席擔任議員以來 每一次大會都會一直一直 一再的來提到 那其實我們看不出 我們高雄市對年輕人有什麼 做出什麼亮眼的效果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呢 我知道市長 也用了非常多的年輕人 我們現在在座的局處首長 也有很多六年級生 包括我們的副市長 也都非常的年輕 那因為我們市長 這樣子看起來 是有重視年輕人 可是其實高雄怎麼樣 吸引更多年輕人來創業 然後提升年輕人的就業 這是我非常重視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我們的職訊 做了很多年 那可能都沒有看出什麼成果 那我知道說這幾年 我們市政府有推出 幸福高雄移居津貼喔 就是如果我們涉及在 我們的高雄市 每月補助一萬 沒有涉及的 在本市的每月補助六千 那最長可以補助十二個月 可是受惠者是少數 而且效果有限喔 所以但是這個 這樣子的狀況來看喔 好像我們也是沒有提升 我們高雄的人口數 讓更多人過來我們高雄 來居住喔 那其實在這個 這個部分喔 我在看到我們那個 市長報告也沒有看到說 裡面有做出怎麼樣的檢討 那其實如果這樣子的策略有效的話 應該 來涉及高雄的民眾會更多 可是在 大家看一下這個表喔 在這個表是六都的人口數喔 大家有看到 這裡面有那個人口增加率 還有那個青壯年人口比率 那市長還有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的各局處首長 大家請看一下 如果這樣子來看喔 我們2013年可能人數比較多一點 可是2014年喔 就下降只剩下 兩百七十七十八萬九百九十二人喔 那高雄市的人口增加率喔 從2011年到2014年 是六都人口增加最少的院廈市喔 那去年2014年的人口成長 竟然是-0.32 在這邊呢我想要請問一下市長 對人口政策有什麼完整的想法喔 那鼓勵我們那個高雄的 鼓勵本國的民眾來我們的高雄居住就業 還有投資跟創業喔 鼓勵生育讓我們的人口數可以成為正成長 而不是負成長 那因為人口數如果無法正成長 相對的我們城市競爭力就沒有 就相對的減少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想先跟市長談一下就是說 人口政策還有包含未來 幼兒級那個老弱婦孺怎樣的安養 這都是院廈市成長重要的一環 那如果這樣看來 我們的人口數只是退步的話 人口減少 高雄一直以來打的移居城市 我住在高雄我很滿意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願意來高雄住 這個也是我們市府團隊要檢討的地方 那沒有 我們這樣的移居城市打的策略沒有成功 鼓勵年輕人來高雄市就業 拿補助的策略也沒有成功 針對這些問題呢我想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李議員 那高雄市的人口數 如果以負級來講 好像看不出增加 但是我想我們在這裡的部分 我們的勞動力增加了一萬五千人 這個都是 還有就業人口增加一萬六千 我想從整體的勞保的人數也都增加 這個有些時候 他沒有把負級 譬如我們很多的鄉親 我住朋友 我就付錢 我就無管錢來高雄 這對我們來說 我住金門 我有很好金門的高粱酒 所以我就不願意 他其實是住在高雄 工作也在高雄 但是他的負級就在金門 就在澎湖等等 高雄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怎麼樣子吸引更多的人 能夠到高雄來 這當然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高雄希望 有新的產業 也是希望能夠吸引新的就業人口 昨天晚上這個議會結束 我參加國際扣建展 那樓西世界電腦 我想這個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很多 這些買家 然後我看到這個部分 高雄在整個會展的這個產業上的 很高度的成長 這個當然在服務業的成長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這樣講就是說 第一個高雄市的失業率 比起其他的五都 我們跟台南台中台北 我們的失業率都一樣 都是3.8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們怎麼樣子要發展一個新的產業 讓人覺得高雄是一個很願意來這裡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欺負一些問題 就是說你不是來這裡大而已 你的負責也應該要簽來這裡 但是我們有獲得是有唱片喔 因為我有就要回去陪喔 過年過節 我負責 簽來高雄 我就有一定 要回去買票的困難 定定 這個我們當然盡量來克服 總而言之 我會認為高雄現在在發展很多新的行業 也不是說我們今天很多的一個改變 不是瞬間馬上就能夠改變 但是我想高雄是吸引年輕的人口 我相信這個部分我們是有成長 但是我覺得我們做得不足不夠 還有相關的急促都應該在我執政的最後的這幾年 那我覺得我們一定會加油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請坐 那剛剛市長有提到喔 產業真的很重要 那這個也不是說一時一刻可以完成的 那這幾年來我有市府團隊的努力 但是我也未來期待這四年喔 因為市長跟中央的關係喔 在520之後可能都會很好 那我也希望說市長幫我們高雄爭取更多更多的重大產業 所以未來這四年我們我希望我們高雄真的會有一些巨大的改變 然後讓更多年輕人就是來我們這邊創業 然後來我們這邊居住喔 那謝謝市長 那其實在下一個問題是說 我知道在我們的那個市府團隊的報告裡面喔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的興建工程喔 那是規劃在高雄港十一至十五號碼頭 那個基地的面積是十一點四八公頃 總地版面喔 大概是七萬兩千八百四十平方公尺 經費五十億 有五百席以上的室內表演廳的座位 那一萬兩千席戶外表演廠 還有我們的小型室內那個展演空間流行音樂展示區 還有流行音樂育成中心跟海洋文化展示的中心的工程 可是這是我們的規劃 但是在市長報告裡面就是說 第一標工程在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開工 一百零五年四月完工 第二標工程是在一百零四年八月四五號開工 預計要在一百零七年全部完工喔 可是我知道這當中喔 我們有被監察院糾正 這可能有困難喔 那原因在哪裡喔 就是說高雄市政府將海豚 海豚建物的五棟原來在第七棟有洗創機 那個擋英牆工程觀眾席跟其他相關設施喔 估計大概四億六千萬 我們納入採購案後續擴充 擴充項目來辦理 那其中海豚建物都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喔 口口聲聲最有自信的那個最難代表海洋文化 及高雄港都城市風貌的意象 可是我們的設計團隊缺憾那個 耗費八十五天的拉鋸 然後消耗彼此的互信 最後納入後續擴充暫時不做 那第二個問題是大小室內展演空間喔 勢必也無法即刻的營運喔 因為觀眾洗的座位也納入後續擴充 那這項工程喔 被我們那個監察院來提出糾正喔 其實這個工程在我們的亞洲新灣區裡面喔 算是一個重要的地標喔 也是重要的發展區發展喔 但是這樣子的這項工程在亞洲新灣區裡面 卻被監察院糾正還列出這麼多的缺失喔 市府團隊要如何來改善 怎麼樣才能追回我們施工的進度 而在我們這次的報告裡面 我看起來應該是不可能 不可能可以在107年來完工喔 所以在這個部分 那這當中有提到文化局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問題我想請文化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理員的關心 有關於監察院的糾正喔 它是主要針對文化部及高昂市政府 那這個部分我們跟文化部呢 都已經在最近呢 要對它進行這個答覆 特別是針對它糾正當中呢 其實有很多部分呢 事實上不是事實 以及監察院對於這方面的專業的了解不足啊 那一如監察院過去的表現一樣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有些誤解喔 那至於說有關於這工程減項的部分呢 這個是因為我們這個工程單位在發包的時候呢 有幾次的流標 也就是表示建築設計金額跟市場是 這個有一些差距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未來 會把它追加回去 這個部分在時程上都沒有問題 也請議員放心 謝謝 那如果納入後續擴充這個部分 就是你在這邊可以追得上進度嗎 跟議員報告它納入後續擴充的工程 是屬於比較簡單的設備性的工程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追上進度 謝謝 謝謝學長 學長請坐 那因為這個部分喔 大家都知道喔 現在我相信很多議員都非常重視我們的亞洲新灣區喔 那我也相信未來喔 在520之後 市長也會極力的推動我們亞洲新灣區的促成 變成 剛剛市長講的喔 在他最後當成他的一個重大建設 那我們也樂觀其成 可是在這樣子的報告裡面喔 我看我們 如果沒有辦法在我們的報告裡面來 來如期完成喔 就聽起來就有點擔心喔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未來再跟市府來探討 那其實第三個喔 就是要跟大家探討的是 就是休閒 觀光休閒業的警訊喔 那其實高雄是現在喔 因為現在的產業 可能你要有一個大的產業 可能目前來講沒有什麼重大的產業 那我知道全世界現在都重視我們的觀光休閒產業 所以說觀光休閒產業 每年喔 其實我知道喔 都是大量在職缺上 都是非常多 每一次職缺上出來 都是休閒那個觀光產業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職缺出來 其實他的薪資是偏低的 而且他的離職率是偏高的 所以說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問題呢 那其實我們那個休閒觀光產業喔 在那個服務業的升級上面 其實站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們怎麼樣來重視這個問題 那高雄是否有那個足夠的準備 來迎接這樣子的趨勢喔 那其實休閒產業的品質 還有休閒產業 其實也可以吸引非常多的年輕人來創業 這個部分我們怎麼樣輔導 然後來友善的 友善的來給大家釋出一些優惠 然後讓大家來這邊投資喔 那其實另外一個重視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喔 現在台灣旅遊的人數喔 已經大幅落後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因為路客的關係喔 那大家現在在高雄市可能開車這樣繞一圈喔 非常多的商旅喔 都還一直在蓋 怎麼那一棟大樓也被收購在蓋 可是這個問題很奇怪喔 那個我問了一些業者喔 他說其實現在路客第一季跟 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的那個 第四季已經下降了25到30% 那有十家業者或背包客在投訴的那個 那個旅館準備出售 可是為什麼用那麼多間的那個商旅在蓋喔 這個問題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個前景不看好 可是還有那麼多的新的商旅在蓋 那這樣的趨勢之後可能會影響到一些 飯店啊遊覽車還有餐廳啊購物百貨公司 那個夜市攤販這個部分我們到底怎麼樣來 來那個關心我們的那個休閒觀光產業 因為目前這個產業是我們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那其實這樣的趨勢在520之後 大家都在觀望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所以這個對我們這邊也是一大的衝擊 怎麼樣來輔導這一些業者喔 那這個問題呢因為許副市長你也是年輕人 那我剛剛這個問題呢我想請許副市長來回答 到底這樣子的狀況我們高雄要怎麼樣來做 請許副市長回答 許副 請年輕的許副市長回答 謝謝議員 那我想其實這幾年一直在希望發展的這個文化創意跟這個數位內容的產業 基本上就是我們希望把高雄打造成一個年輕人可以築夢的產業啦 那包含目前其實在高雄軟體科學園區到這個博二 這未來這個整個亞洲新聞區的部分 那甚至目前也在針對這個這個Maker的部分 就是首作者的創業我想這些行業都基本上 都是適合年輕人創新追求這個新意的這樣的一個行業 那這個也是我們希望把高雄打造成一個年輕人可以非常 來這邊非常具有機會去築夢的一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目標 希望我們許副市長因為非常的年輕喔 那也有很多的想法 那我希望喔跟我們的市府 帶領我們的市府團隊也可以打造 真的耳後會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然後來我們高雄居住 那也希望那個許副市長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家也可以一起來討論 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有三個議員要聯合質詢 所以我們先休息五分鐘